《曲名》 報告 黃宗監議會議 大家好 今天早上行管會開了會處理多項事宜 我與大家講一講 第一件事是發放特惠金給范國威及歐羅軒 行管會決定按范國威和歐樂軒先生出任議員的時間 著情發放特維金每人約31萬 是相等他們所收取的議員籌給的15% 第二項就是議員拖欠的款項 秘書處早前去信三位議員 追討因議員投證惡臭物 而所涉及的清潔費和復收費用 許智峯議員提武回覆 而陳志全議員和朱開力議員有不同的提問 秘書處會進一步解釋所洩的費用的計算方法 行管會亦都指示秘書處以未發還 給三位議員的工作開支去抵消他們拖欠的款項 期間秘書處會暫緩處理他們的工作開支的償還申請 直至到他們全數難清拖欠的款項 第三項就向梁仲恆和尤惠貞追討籌金和預支的款項 有關向他們兩位追討大概93萬的籌金 預支款項和利息和中費一時 行管會會透過代表律師回應尤惠貞的還款的建議 亦都希望可以跟他達成相關的協議 而梁仲恆是沒有理會行管會的多番追討 行管會要決定向他提出破產的申請 第四項就是公民黨五名議員在2019年5月9日 智涵已經提出指控作出的結論的 五名議員就是智涵阻被行管會 指控秘書處職員曾被要求填寫政治立場的問卷 並對於秘書處怎樣去政治中立是表示關注的 行管會早前指示秘書處就行檢中的指控 搜集相關的資料給行管去考慮 在搜集過程中秘書處與19位人士個別會面 包括投訴人以及提及的秘書處的職業 秘書處亦邀請所有會面人士提交書面的陳述 和相關的資料 秘書處早於去年6月底已經完成了封鑿 但是因為行管會一直沒有機會討論和總結 經過詳細的考慮和搜集所有的資料之後 行管會認為並沒有證據去支持相關的指控 因此行管會的結論是該行建中所作的指控 並不成立 亦都無需再作更進 另一件事就是綜合大樓保安檢討報告和復收工程的進度 綜合大樓的保安方面 剛才行管會接納了顧問公司提出的報告和建議 包括在大樓的外圍和內部需要加強保安的設施 秘書處會和政府有關部門跟進行管會作出決定 而行管會亦都同意繼續關負股底指定市委區和立法會的廣場 去繼續暫停教育的服務 直至餘下的復收工程完成為止 最後就是講講立法會 會期終止期間為議員提供的設施和服務 參考過往的做法 行管會決定在7月18日會期終止開始 只要換屆選舉所有的結果公布期間 所有議員都不可以在大樓的設施進行任何競選的活動 包括在大樓任何地方會見傳媒 稍後秘書處就會發通告給各位議員 關於法律局的法律局的法律局 關於法律局的法律局的法律局 什麼是發展的發展 如果他們真的不斷的法律局 什麼是法律局的法律局 公司提供了他聖績的法律局 不凡事上的法律局 將法律局的法律局有關於法律局的法律局 到他們六千塊國會預下的門案 庫律局都要用予壓法律局上的法律局 分架派律局 並要用費所收拾的法律局 沒有問題 謝謝